看看新闻网 一个助理先提着施瓦辛格的随行物品出现在了公众面前 几件简单的西装和衬衫 还有几只不大的行李箱 就是施瓦辛格此行的全部物品 此时施瓦辛格在正在海关出口等待出关 尽管刚下飞机 但这位帅大叔却没有任何疲态 与周围的人相谈甚欢 在保镖与工作人员的簇拥下 施瓦辛格终于来到众人面前 见到苦等已久的媒体与粉丝 他也显得相当高兴 不仅全程笑容满面 更像人群挥手之意 面对特地为自己前来的粉丝们 施瓦辛格也是相当体贴 主动上前握手 更几度止步给粉丝签名 亲和力十足 眼看这位老牌硬汉带来的人潮越来越大 安保人员为确保安全 绝对加快脚步将施瓦辛格送离现场 尽管从出口现身到登上坐驾驶离现场 只有短短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能见上这位国际巨星一面 并看到他如此平易近人 已经让现场的粉丝们欣喜万分了 他只能朝我们走过来了 然后就是看到海拔跟我们签名 我只只笔他已经拿到手上了 但是呢 非常遗憾的就是被把你拉开了 就是没签成是吧 对对对 我看你们这只笔是被他摸过的 安保我们永远支持你 游乐新天地 失望心格魅力无穷啊 实验采访报报道